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志工投入 市政府特别举办成果竞赛 一起来看看城市的田园基地成果 台北市田园城市截至112年10月底 田园基地处数已达739处 跟座面积已达20万3000多平方公尺 包含快乐农园 小田园 绿屋顶及市民农园 累计跟座人数已达42万多人 成果斐然 市府特别举办成果竞赛 表扬获奖团体及快乐园丁们 今天很高兴是我们田园城市成果竞赛的颁奖 非常高兴在我们台北市都会区 能够有这么多的伙伴 参与我们田园城市的计划 那今天特别要借由颁奖典礼 给予大家极大的肯定 我想大家的付出永无共睹 刚刚黄大舟市长在我旁边 也一再地叮咛我 他说我没有完成的事 你要帮我完成 黄大舟市长 他是我非常钦佩的前辈 我想大家不管是对于大安森林公园 当时也是在黄大舟市长 努力的推动 非常辛苦 承受极大压力 让现在我们大家才能享受 还有中华商场的签建 以及基隆河的结婚局制等等 当时黄大舟市长在他任内也积极的推动 捷运的新建六建启发 也才能让大家我们现在享受捷运的便利 那田园城市这个计划 也是黄大舟市长非常重视 所以刚刚一直提醒我 他说万安台北市的绿化 一定要大力的推动 我跟黄大舟市长说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想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伙伴 大家一起参与田园城市 我想这不只是在都会区 我们透过所有伙伴的努力 让原本闲置荒芜的空间 变成非常的繁盛 台北是目前有740处的田园基地 而且很多市民朋友都成为快乐的原地 其实不只台北 其实国际主要的城市现在也都在大力的推动 在摩天大楼旁就有空地 在水泥的丛林 规划让农耕融入生活 其实它不只是在城市里面 它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绿地系统 而且强化我们任性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颁奖的有针对邻里 有学校 有企业 还有很多我们参与的伙伴 我想在这边由衷地表达感谢之外 更重要 我们也希望持续地推动 我们田园城市2.0的计划 我对绿化美化很重视 我们也想得 但我今天不要讲太多话 有几点希望能够市政府 让我再做各位 这个加强到 台北市要成为美化的农业城市 这个观念 那我现在看到地面上 大家都有了 都偷操作 影响台北市生态的是建筑体 建筑体 希望 我刚才给市长报告公 以后所有的 建筑的申请 都要把 皇室建筑的窗口 阳台 屋顶 女儿墙 去水厨 怎么设计 都要列出来 大安区大学里 吴佩玄黎正 就在里区物理学省旁 争取田园 邀请专家教导跟做 成果逢说 我们努力做 上天一定会看到 公园路灯管理处 还有西流基金会 还有我们大学里的顾问 张玉生教授 他也没有偏袒我们 也没有门特有我 还有西流基金会 就来教导我们 怎么让大学田园跟校园合起来 变这么赞 好 我们很努力的学习 记得三年前疫情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都赶出来 有片绿地 我就把它种成许多的薯葵花 薯葵花要 工地 然后要种下 第一株薯葵花 我给它取了名字 叫拔得头筹 第二名叫不落人后 第三名你叫什么 集体直追 所有的民众走出户外 他就会一起看 到底接下来哪一颗会先开花 里长就是用这种 让民众健康提升免疫力 来做好我们的防疫 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 你有听到吗 1909年 我们的补助款又升起了 继续在升起 我们就在想 如果我们有一块地 这块地呢 能够种出来 给我们的丁收 独居长者吃 那多好啊 遍地都开花 哇 我们真的达成了 田园城市不单是种植与收成 也连接社区感情 拉近自然与人的生活距离 更可以结合学校课程 教授食农教育 也朝向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持续发展 民众更可以在投身田园时 疗愈身心 并将产出的蔬果与林里 弱势族群分享 为自己及他人创造更多珍贵回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23年第二季 台北市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 慢性精神病患者 有15267人 卫生局表示 在51家精神复健机构 适当的医疗及社会支持下 渴望帮助患者迈向复原之路 现代人压力大 容易让精神疾病找上门 加上社会上人存在 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让患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其实借由职能治疗师 社工 护理师及心理师等 专业照护 可以协助症状稳定的病友 增进独立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 进而在社区中自力生活 我们为了让这些精神病友 能够及早进入社会 社区生活自立自主的情况之下 除了家属以及同才的协助之外 其实我们有设置精神复健机构 精神复健机构在社区中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能够协助他们 病友们在不管是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的部分的重建 有很大的一些陪伴以及协助 因为在精神复健机构里面 其实都聘有一些 职能治疗师 心理师 护理师 以及社工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 协助他们在 不管是能力 以及自信心的建立上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的工作坊主要是给予一些 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 复健潜能的慢性精神的病友 那可以来这边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 或者是职能治疗 那我们也有透过不一样的专业 比如说像护理师 然后 凝床心理师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 比较专业的人员 专管人员 那我们会协助一些 慢性的精神 并有协助他们走在 护原的这条路上 那我们同时呢 也会 我们长期以来 有跟卫生局有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会带领学员们呢 去参加一些运动会 比如说青鸟杯 凤凰杯 甚至说有一些 康复自由的协会 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参加 让学员可以 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 那让他可以在 旁回社区的路上中 发现手后 不是只有他自己要护原 其实有很多人帮助他这样子 联合医院 但新湖职能工作方主要服务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 学员郑先生19岁那年 罹患精神疾病 放弃了原本的人生目标 7年前进到新湖方 在复健治疗中接触琉璃化 对艺术产生兴趣 病情也获得改善 19岁的时候因为过不了那个情观 然后罹患了精神疾病 然后因为那时候服药 在那个副作用很强大的状况下 在22岁完成了113公里的田山项 半成田山项以后就放弃了那个动向 然后其实精神疾病一直是我们找工作一个难以其次的问题这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由于服药的副作用 就身材常常走样 然后眼神呆滞 然后缓慢的思考 就这样子在黑暗中度过了大概十年 中心也反反铺路经历了大概六七次的住院这样 然后直到2015年就是大概七八年前那时候就是在回诊的路上 遇到就是当时一起住院的病友 他父母要带他参观新秘图职能工作坊 那时候就碰巧遇到我 然后就介绍我一起过来这样 那时候就是我留于化石友的灵魄训导师知道 他那时候跟我分享一句话就是 如果找到生活的重心生命会很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也就找不到一个生活的重心 然后其实在生命中因为迷惘 因为在生病的当下都是六神无主的状态 其实也经历很多种信仰 但是我后来发觉每种信仰都很美好 都是生命中的养分 就是琉璃化是一个复建活动 是由林国君老师指导 是由回收的玻璃品打磨染色而成 然后我先分享这一幅画好了 这幅画就是暗夜幻术师 其实我在这个复建历程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回忆就是一开始是有情感受 后来我发觉就是 其实只要那个思念的心没有断线的话 其实这个思念这个爱就会一直延续 然后在此有个理念想要分享就是 过去是由过去的过去所形成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在未来讲是回忆对不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制造美好的回忆吧 在未来不经意的想起现在满是美好 而且回忆不只能回忆一次可以回处 回忆无数次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永恒 然后这幅画就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凤凰杯运动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在附近的地层上就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人 但是我很有荣幸加入了心无坊这个大家庭 因为大家一起鼓励就不像就不再感到孤独 然后也因为那个复原的那个福建的运动会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生命有一个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预赛的100公尺的 那个预赛中就是忽然想起为我加油的欢呼声这样 那时候我感到就是说这生命活得很值得的 就是感觉活过就是也希望能借由政府画作 来将这个感觉分享给大家 卫生局呼吁慢性精神病友 除了亲友及同侪的关怀陪伴 也需要更完善的社区支持 期待社会更多的接纳包容与关怀 让患者迈向复原之路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最近网络流传一段机车歧视 站在机车上行驶的惊险画面 南港分局警方发现后 积极调阅监视器扩大追查 画面上可以看到机车骑士竟然站着起机车 更举手敬礼 一旁拍摄者还哈哈大笑 这段流传在网络上的危险驾驶影片 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地点仪式在市民大道七段新兴公园前 南港分局方面说明追查情况 网传112年11月29日 红牌大重机于市民大道七段新兴公园前 已站立于机车上支危险方式驾车 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调阅当日入口监视器 未发现该违规情势 分局将扩大调阅确认车牌号码 并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 第一项第一款 道路上蛇行会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进行举发 将所信贷币6000元以上 3万6以下罚还并掉扣该牌照6个月 南港分局呼吁 守卫控制手把 站立在机车上 蛇行 禁速 B车或骤轮刹车等 都是属于严重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 呼吁用路人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务以申视法对于危险驾驶行为 警方一定会主动于告发取缔 以保障用路安全 记者张启辰台北报道 台北市内湖惊传一起凶杀案 37岁的朱姓男子疑似向76岁的阿姨 讨钱花用不成 双方起口叫 没想到嫌犯持刀刺伤阿姨 送医急救 最后仍然伤重不治 警方表示详细的事发原因 还要再做进一步调查 救护车将受伤的谭姓老妇送以急救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内湖环山路一段 37岁的朱姓男子疑似向76岁的谭姓老妇 讨钱花用不成 竟持刀刺伤老妇 目击民众连忙打电话 叫救护车将老妇人送医急救 不过最后仍伤重不治 行凶的朱姓男子则当场被警方逮捕 现场发现有谭姓女士身上有多处刀伤 本所及通知救护人员到现场协助救护并送医 并逮捕犯嫌朱姓男子一名 即现场起货水果刀一把 经初步询问朱姓男犯案涉案动机 朱姓男表示因缺钱花用 然后双方口角起争指而攻击谭姓女士 全案以现刑犯逮捕代反所侦办 并请监视小组至现场监视 警方调查发现朱姓嫌犯与被害的谭姓妇人 有亲戚关系 朱嫌是死者的外甥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 厘清事发原因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新北市 桃园市台中市联合举办地震 藤本贵原机联发跨县市藤本发布会 让申请地级藤本和用银行ATM领钱 一样简单 台北市110年4月首创地级藤本贵原机 结合多元身份验证方式申请电子支付费用 民众就可以自助申请地级藤本 现在更结合北北桃中市都可以联合申请 更为便利 地级藤本贵原机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 我们设在市府大楼的一楼 那当时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希望让民众可以不接触 而且多元支付的方式能够很快的联取地级资料 那现在我们扩大了 希望把服务据点再往外拉 当时我跟陈向局长讨论 我说那有没有办法 我们跨现实的合作 以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后来发现是有的 而且很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在台北市 我们总共六个地震事务所 一所一机都已经有这样的违运机 那第二个我们透过背后的大数据分析发现了 安美市民朋友在这边申请地级藤本 其实申请新北申请陶原跟台中的比例很高 超过了两成 两成五 所以后来我们认为其实有这样的需求 就即刻的跟陶原台中新北一起来合作 所以促成了这一次四个县市 北北陶中 大家能够串接未来更方便民众申请地级藤本 在日常生活常常真的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如果像过去 如果零贵的确可能要排队花费时间 甚至可能增加很多人力的成本 但现在我们可以透过贵运机的方式 而且跨现实的连接 我想更方便民众来申请地级藤本 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整个为整个处理的效能 可以从现在的百分之六十四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 我想这就大幅提升了整个文件处理的效率 而且一百两一年我们也是有先开始 我们综合那时候的迪政事务说 为了金门的相信 我们就跨中和新北 那就叫钢森跟金门的合作 一开始就变成29局都开始开始收 一样的 我相信今天台北市号召我们的桃园 新北跟台中一起过来以后 未来这边一定是全国不得不做的 所以有些事情 没关系地方先开始 全国再一起来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公共服务很重要的 谢谢很多业界的好处一起来帮忙 我想简正编冶区域治理 那我们还是在重复我们 头市长特别常讲的 一个城市好 台湾不会好 所以一定是所有人共好 台中市的土地有159万笔 那我们158plus有多少人使用呢 有1700万人使用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是台湾的民众有72%的 使用台中市的158plus 那我们台中市里有多少呢 280万人 我们一年的修人士是250万人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有88%的使用我们地震团队的工具 那这是为我们资金喝彩 地震团队并不厉害 真的厉害 尤其在市长的 英明睿智的领导之下 当然大会一定会圆断成功 我也深心 蔣市长的一个率先的号召 中央一定会让全国的好朋友 都来享受这样的福祉 像是跨市县市的福祉 这个不仅就我们国家机关 这个资讯服务 跨机关 我们真的整合了 这个所谓的自动化 还有智能化的一大突破 最重要是让民众 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率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 当然我也请我们的同仁要善加注意 这个开始事办的过程当中 这个案件量 其实能够充高就充高 但不见得要高 那因为民众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 划四个事而已 那未来希望中央能够注意到这一边 那当然怎么样去操作 而且操作的内容 我也请大家同仁要去注意 我当然自己在启用典礼的时候 我自己要试着操作 诶 要人性化的操作 你哪里得拜 会了 诶 以后你会唱奖 来利用 那当然 我们服务的对象 不只是地震事 包括第一次来的民众 就好像我们要去加油站 自己加油 诶 你是不小的时候 我为什么去加油 所以我们同仁都很热心 我们都会有志工 在那边帮忙民众来操作 所以各位记得 我们民众90年 我们全国地震的电脑化系统 就开始全部建立 91年开始提出线上审办 线上审办就很重要 要鼓励大家来 尤其是那些地震事 来来来我教你 至于利用下半时间 上半时间上 教大家如何操作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 民众的反应 民众的反应 操作有没有人性化 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网路的身份验证 包括这个 我们做的很多东西 包括电子签证也好 包括这个 区块链的技术也好 这个我们要不断地去检讨 整个的操作过程 我们不断地要去研究 那当然 最近我们也要 跨机关的合作 所以我们实现时的 电子化机关的合作 也带动了未来的所有的合作 能够更精进 地级腾奔全程 无接触的智慧化服务模式 让民众节省时间与接触危险 也不用再跑到各地 才能领取当地腾奔 同时迈向电子化政府的目标 可以说是地震五江界的便民服务成果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子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图形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被举办30年贯穿式 儿少保系统成果发表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饶舌歌手栗子 感谢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在他人生最低谷时 给他改变的力量 饶舌歌手栗子 17岁因毒品伤害案 进入台北少年关护所 在人生最低谷时 遇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家人及社工的陪伴与鼓励 成为他改变的动力 决心戒毒后 因缘际会接触到饶舌音乐 开启创作之路 接触过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 怎么样的影响 可能就让我真的想要认真 去把嘻哈跟我喜欢的创作也做好吗 所以当你跟同财在一起 在做这个东西 你还不像的样子的时候 他们都会歧视 然后排斥 就觉得说你那么烂 你不行我干嘛的 但是小青老师带我来这边之后 大家都直接叫我跟他分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不行 他们给你贴了一个很好的标签 让你先相信自己 他们比你相信自己更先相信你 对像我是想要当艺术家人 但我觉得我生活太平凡 是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家的 但是我的歌唱老师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其实你是 因为你会把你弄想到慢的实践 其实就是生活实践艺术家 我就觉得OK OK 很不错 我们年轻人的Style 那你会想给我们协会 或者是想给跟你一样的青年们 怎么样的建议建言呢 就是如果人生才是有机会 手折的 如果你还是能看见比你更惨的人 他也努力地活着 那你一定要相信 你还可以 你一定OK 然后这个协会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只有两个字 谢谢 身为资深更生人义工的赖佩霞 看到过去参与更生人关怀行动的老照片 不禁热泪盈眶 他感谢协会一路坚持付出 陪伴少年竹梦圆梦 因为今天要来参与今天这个活动 我就回想了一下 然后就想到最早的几个老朋友 孙悦孙叔叔 我们的时候就跟教会一起 就到跟更生团期就很早 所以我二十出头 我就很幸运 就可以开始接触到更生人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听到了很多的故事 然后今天的邀请 秘书长的邀请 就突然之间还有一些照片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照片 因为我望性很高 我不太记得这些事情 一直到他们给我一些照片 我才想到说 对那时候到少年关户所 还有成人的男子监狱 女子监狱 所以我要说的是 特别对这些更生的少年 这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历程 有一天你一定会 以你自己的职业为荣 我希望这每一个孩子 经过了这些挫折 理由不一样 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能是经济的诱惑 或者是交错了朋友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有这样的协会 对你们的支持 然后你们有需要 你们知道有谁可以找 有谁可以帮着你 去完成你的梦想 当然我们以前都说 有梦最美 但是陪你做梦的人很重要 那我很谢谢协会 还有谢谢很多相关的团体 你们一直都很默默地 在陪这些孩子 撞过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 与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 也到场支持协会 看透过工部门与民间力量 让更生少年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有选择的机会 多数的我们都非常的幸运 我们有家庭 我们有老师 我们有同学跟朋友们 适时的及时的接得住我们 那有一些人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或许没有那么的幸运 他们需要多绕一点路 他们需要社会的包容 需要社会多一点点的陪伴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我们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过去三十年来在做这么重要的工作 一个成熟的有任性的社会安全网 真的很重要 但是很不容易 不论是在资商的工作 不论是在安全的维护上 各式各样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的话 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 选择是他们的权利 但是机会是我们必须要提供 所以我想其实不论是站在工部门 或是今天站在各位 当我们社区的议员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给的就是希望 所以我想其实今天我们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这么多年来 我想不论是新北台北 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少年来讲 其实真的是提供太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邀请大家共同 活动中秘书长江源凯更揭开新logo 象征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迈向下个30年将跨出双北扩展全国 让协会可以接触到台湾各个有需要的角落 我们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logo的意义 第一个我们用的这个水蓝色 是代表一种包围 代表一种清澈一种沉浸 我们像营造一个环境 让孩子在一个安全被包围 能够干净的环境里面 我们来提办他们 那第二次我们会提供很多的创意性的服务 协助他们能够来发展兴趣 能够来支持他们成长跟学习 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能够不断成长 再来黄色的部分 是希望透过我们这些工作 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 然后未来能够连结成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 我们也可以跟许多的伙伴 一起共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 他们未来也可以回来来帮助他们的弟弟 我就真的常常有时候看到大家的捐款 看到大家的帮忙 愿意来到现场帮忙 肯定我们 我都常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好像没有那么了不起 因为每天面对的都是真的 真的非常辛苦的这些课题 但是真的就是知道有这群人 来帮助我们 也来关怀我们 除了我们关怀孩子 还有一群人成为我们的后论 以至于协会从过去一个小小的单位 能够走到现在30年有6个单位 11个服务点 能够其实每一个服务点 回乡前都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没有一个服务点是按照计划建议起来 全部都是很潔积的建议过程 30年来 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运用三级预防的概念 建立贯穿式儿哨保护系统 从司法少年开启服务 回推到社区预防工作 开展六大服务 陪伴超过24万人次少年 找到未来的方向 成为接住生命的那双手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都更五件政策再加两件 防灾型的都市更新专案 及整件住宅专案计划 只要符合有明显危害 公共安全建筑物的法定条件 市府将给予农机奖励 最高可达百分之百 并提供多元的协助 台北市30年以上老屋高达64万户 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筑都市更新 台北市长蒋万安 即今年三月宣布都更五件后 再宣布加两件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 整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 而有危害的物件 市府就给100%的容积奖励 防灾度跟适用的对象 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危险建筑物的部分 刚刚有讲过是耐震不足的部分 安逸子小0.35 这部分是我们辅导的一个对象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都更其实对都市环境 有一些好的正常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条件 譬如说基地条件1000平方公尺 太小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都市可能也不是 都市很更新 对都市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设定了100平方公尺 那合法房屋经过 鉴定 经过耐震鉴定能力不足的部分 这大概是我们主要 主要这个 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这个建筑物里面 都更你只要大概满足了 大概结构安全任性的耐厚的任性 或者是有三环境跟居家房灾的时候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予 大概1.8倍到2倍的一个基准隆击 那这个部分是不需要额外去有做相关的对象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奖励 所以我们原本都更的奖励都会知道 它就是1.5倍50% 那这个是都更考虑里面要求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这一次的专案的部分 在1.5倍以下 再增加了30%的一个奖励的部分 你只要符合刚刚讲的那几箱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30%的一个相机 让这个都更能够赶快的做进行 那另外 大家有提到 它如果是海沙屋不足 它如果是海沙屋 耐震定不足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给到大概2倍的上线的奖励为基础 这当然是我们这个奖励的一个内容 整宅专案的部分 我刚刚有说明的部分 大概19处 现在还没有这个重建的这个部分 我们积极的协助 那我们协助的部分 明办或公办都根都适用 并不是说这个只有公办都根才可以 明办都根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基本上刚刚也讲到 你要有满足一些设置的规范 可以说你要退缩啊 要有雨水 要有退缩建筑啊 要有雨水滋留 或者一些开放性空间的流色 那这个部分是对都根以后的 这个都市环境的友善性做贡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时候 因为都根 我刚刚有 因为整宅的部分 它基本上它的户数非常的多 那每户非常的狭小 所以我们大概原则上是给到 除了都根奖励50之外 另外我们直接给50%的一个农季奖励 那这样的农季奖励基本上希望能够确保 这个民众的一个有面积的居住 那这边要说明的部分 我们最高 我们的 我们大概还是有些诞书 这个基础农季基本上 是以两倍为上限 这不可能再往上 因为其实 我们常常讲 度非常成功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递价 一个是照价 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 意思是说它要分为多少 那我不可能给到 毕竟这个农季是一个公共产 所以我们还是以两倍上限为基础 那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整台专的奖励基本上是给到两倍 那这部分大家只要满足刚刚前面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能够适用 那另外我们也在思考是说 那整台的这个住户 它单元可能非常的小 那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的居住的需求 大概46平方公尺 那如果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除了容金之外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 那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部分 大概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协助去 协助去做这个没合贷款的申请 那我们当然去争取到 比较优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就这些差额找赌的这个部分 由市府来支付这个利息的部分 那民众还是要支付他的一个本金 那利息的部分由政府来支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方式 能够解决这个均择担长久一点 大家觉得说那个面积比较狭小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相关的政策 加速我们这些老旧建筑物 以及有安全一律的建物进行更新 所以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件 多设出的这两件 就是第一防灾型都根 第二整宅专案 防灾型都根 简单来讲就是针对海沙屋 或者耐震不足的建筑物 我们透过三个原则 包括征诱因 加速办 减灾害 我们这一次只要针对耐震不足 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给予容积奖励30% 如果又是历史过高 经过检测之后 我们就给50%的容积奖励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容积 我们提高到1.8到两倍之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力道 来提高并且加速 我们这些需要防灾型的都市更新 第二个 我们减灾害刚刚也谈到 我们希望未来它的整体规划 是朝向友善环境 居住防灾 耐后任性 以及结构安全四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更新 只要未来更新 要盖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加速办 我们就加速整个神医的速度 甚至我们用强制拆除的做法 来都市更新 来针对这些有安全医的建物进行更新 第二个第二支建 就是整宅专案 整间住宅 台北市目前还有19处 并没有完成重建 所以针对这19处 我们再次提出专案 一样增加容积 另一方面 我们补利息 也就是提供相关财务的协助 包括我们利息补贴 每合贷款 另一个 我们就是不管是公办 或是民办 我们都可以一体试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整宅的专案 希望针对这一万多户 还没有进行重建的整台住户 我们希望能够加速 我们整个更新的速度 所以透过这两支建 我们希望能够加大的力道 推动都市更新 其实上个星期 我到首尔去参加城市峰会论坛 跟首尔市长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共同讨论到了 都市更新这个议题 因为首尔同样面对很多老旧的建物 我们交换了意见 另一方面 我也跟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 李志生部长见面 他也谈到我们相关都市更新的政策 因为在新加坡 他们也同样面对接下来 他们发展非常久 组屋的议题 现在也面临了艰巨的挑战 我就告诉他 说我上任之后 我没有提出都跟武建 他还说武建是什么 我说就是射箭的箭 他了解 而且我还跟他说 首尔回来 我还会再宣布两支箭 他非常惊讶 他说你们速度好快 我说我们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艰巨的 然后我也跟他讲相关的数据 他了解到 必须要大力的推动都市更新 他也对于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 也觉得很值得他们带回去参考 所以我提这一点 就是表示 对的事情 我们会坚持 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 让大家都能够有更高的意愿 参与都市更新 北市府提出更多诱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围老都更 保障住户一个安全的家 蒋万表示 北市至少有5000户海沙屋 破万户整建住宅 数十万户未符合现代耐症标准的建筑 透过都更新政 期盼翻转城市围老现况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根据卫福部资料 台湾新确诊的乳癌女性患者 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50岁 显示乳癌发生的年纪有下降的趋势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十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右眼异常就医 近视罕见的乳癌复发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一万七千多名台湾新确诊 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降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5到10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 70%的它都是荷尔蒙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消费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型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型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它占了70% 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荷兔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荷兔阴性的 荷兔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简单的讲 就是说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同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 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的话 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 这个大概有一半的 五年之后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乳癌 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病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室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 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1到5公分 那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 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 大家病友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8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 就是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心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 这个压力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 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 早期发现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也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黄璐紫英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及时转移复发 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 也可以找到你是属于哪一型 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了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每个人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 大部分人是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如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带动观光经济 金融市政府特别推出了 2023金融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12月1号起跑 市长谢国良欢迎民众到店家消费 还可以拍照打卡参加周周抽奖的活动 票选出最爱的卤肉饭 金融卤肉饭王者争霸 321开动 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 与观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跟贵宾们 一起品尝各具特色的卤肉饭 一下子市长就吃完一碗秀出空碗 为首度举办的 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进行宣传 这次共有40家卤肉饭店家共襄盛举 在记者会中端出各家特色 还有难得一见的巨无霸卤肉饭 非常高兴我们在12月1号开始 可以进行我们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的比赛 在我们超过40家的卤肉饭业者 大家可以票选 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 那名以实为天 那米也是我们这个台湾也好 基隆也好 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的软实力跟竞争力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农粮署 以及米谷工会 还有我们众店家老板们 都有共同的 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基隆的卤肉饭 我刚刚 其实我吃一碗不太够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办完 我等一下再去找第二碗再继续吃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出 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 然后票选下去 不管是我们的肉跟汤 虾仁根 或者是我们的排骨汤 甚至是我们的蛤蟆排骨汤 他们这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灵魂 是最百搭的 号称我们全台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基隆的卤肉饭 那在这次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基隆市民谷工会协助 也配合我们农粮署的政策 来帮忙我们的店家 来申请我们的台湾米票 秀一下 您可以证明 这个台湾米标章的厂家 就是吃我们新港的台湾米 百分之百的台湾米 2023基隆卤肉饭 王者争霸活动 12月1号起跑 到明年的1月15号 民众在活动期间 到名单内的店家消费 享受优惠之外 还可以拍照打卡 上传参加周周抽活动 另外还有网络小游戏 可以克制专属的基隆卤肉饭 活动期间内 获得票数最高的 五家人气店家 每家店可以获得奖金 与荣誉奖牌 市长谢国良 欢迎各地的民众 踊跃来基隆 品尝卤肉饭美食 也来一趟基隆小旅行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民期待 已久的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晚上6点半 将在市立体育馆盛大登场 包括了911等共7组 超强卡斯阵容 想要参加的民众 12月7号礼拜四上午11点 要记得到各区公所 免费锁票入场 画面上是由基隆市政府 发言人余志明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召开的2023最爱基隆 年终演唱会宣传记者会 对外公布12月23号 这个卡斯超强的演唱会 将在市立体育馆登场 那我们会由呢 我们很很强的这个主持阵容 分别就是由陈大天 还有阿喜 还有陈若颖 来共同来进行主持 另外呢 也会有7组超强的卡斯阵容 也会在我们这场记者会当中 来正式曝光 那首先呢 登场的就是我们 睽違11年再度 登录我们基隆大型演唱会的 安心雅来进行活动的开场 那再来呢 就是呢 其实大家非常 我们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 我们基隆 不好意思 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 也就是911会坐正压轴 那此外呢 也会有就是 像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我们的铁肺歌后 戴爱玲 也会一起参与 那还有就是很多 我们现在呢 年轻朋友 少男少女 非常喜欢的 我们台湾的男子偶像团体 例如说原子少年 还有呢 女子团体 未来少女 也会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歌唱演出 那除此之外呢 也会有我们基隆本土的 市长钢琴家 也就是哲成 许哲成 来担任我们这个城市的 这个爱心大使 他也会在活动当中 用他的钢琴 来去感染 每一个人的这个温暖 票券的发放的规划 将在基隆的一个 七区的区工所 每区有680张 那演唱会的一个座位的总数 总共有6100多席 那锁票的时间 是从12月7号的早上 11点开始 那票券是一个人 线锁票4张 那如果有剩余的票券 我们会提前在 魅力基隆的FB粉专 来公布 并且在活动的当天 就是12月23号 活动的当天 我们也会开放 如果有剩余的票券 现场可以索取 因为以往的这个演唱会 都是举办在12月31号 那其实全台湾 各县市政府 也都在这个时间 会举办这个演唱会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 把它提早之后 其实非常就是 对于要瞧艺人的通告 来说话 其实会比较方便 就是说我们在12月23号 礼拜六的时候 邀请大家市民朋友 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听我们这个 非常厉害的这个911 我们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 然后一起来享受 我们基隆最有爱的一个氛围 并且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把我们冬天 最浪漫的这个下雪的这个场景 也会搬到我们市立体育馆 我们也邀请到 就是我们基隆市 农养福利协进会 还有脊髓损伤协会 以及猫咪TNR协会 还有基隆市 自闭症家长协会 还有台湾可思 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我们透过年终演唱会的 这个市集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爱心 我们也会把呢 这个所得 把它用于呢 关怀偏乡的儿哨 还有憨儿培育 以及呢 终结浪浪等公益计划 除了邻聚呢 我们社区的情感 也可以传递温暖 还有希望 关销处代理处长 郭宪平表示 如果有剩余票券 市政府将提前在 魅力基隆脸书粉砖公布 另外活动也将透过 市长脸书 及魅力基隆脸书粉砖 全程转播 记者黄少民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阿吉借过 你那是五银角吗 怎么亮的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 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税开中 安心缴纳 一尺痛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 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 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 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 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 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纳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